僧俗关系要建立在道义上 望有缘看到这个视频的朋友都能随喜订阅人间修行录频道 点赞并转发本视频 让更多的有缘人加入修行的队伍 就是成就不可思议的法不失功德 为什么要讲今天的僧俗关系呢 因为我觉得今天的僧俗关系不太好处 不要以为今天当和尚容易挺难的 我读书的时候也跟你们一样戴个眼镜 有一次上街买书 旁边人看着我说 哎呀和尚还戴眼镜 我就问他们 哪条法律规定和尚不能戴眼镜 你看这和尚可不好当 僧俗关系的误区在今天这个时代 很多信众在对出家人的态度和关系上 不能很好的把握 我常跟师父们讲 一般的信众少接触 为什么 接触在一起 不说正事 老是拉家长 聊的全是今天大米又跌价了 明天有理又涨霸占了 有的老太太 今天来了供养师父五块钱 明天来了供养师父十块钱 师父有事比较忙 没有见他 他就不高兴了 这个家伙 我那天还给了他五块钱 他就不理我了 这还麻烦了 不是 我不是批评大家 是希望大家对这些问题能够正确认识 还有 很多信众认识师父 是为了到寺院来的时候 好有个地方坐 有个人陪他聊天 如果是这样 不如出五块钱 到茶馆里面找个人陪你聊天 还找师父干嘛呀 僧俗关系要建立在道义上 所以僧俗关系需要有个定位 什么定位呢 出家的师父 是僧 就是表率 榜样 僧人 是人天师表 那么 僧人的作用 就是教化和接引信众 这个关系要怎么处呢 我倡导 一见面就谈佛法 谈修行 交流经验 我觉得 僧俗关系要建立在道义之上 这种相处是对修行的指导和交流 是对学习的督促和引导 是为了解决修行上的问题 解决生活中的烦恼 这样的僧俗关系才是正常的 僧俗关系 跟前面的人际关系不太一样 为什么要附带讲这种关系呢 因为把这种关系处理好 对大家的修行能够有所促进和帮助 看清 될 关系 随随便